各位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剛才看到說 哇 新莊區公所辦活動辦到這麼 哇 好認真 然後有很熱心 你看還有全情獎 還鼓勵 那個什麼我們區民 過來聽演講 好 那今天的話呢是 因為我本身呢 有學一些日本茶道 想說這個題目 可能各位比較 有趣一點 我就針對這個部分 來做說明 好 這個過程中會放幾段短片 那其實這些短片都是在那個YouTube 上面是做分享的 只是說我怕沒有那個網路 是先把它下載下來 好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這個 廣告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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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希望說周遭的產業一起 好像說有個 有個供應鏈一樣喔 整個發展喔 譬如說 你泡茶的 好 嗯 那 嗯 剛才講到說 日本喔 茶道這樣能夠發展到這個程度 是因為 眾人的努力 好 怎麼說呢 我喝茶的人只會泡茶 沒辦法做到很大的發展 喔 泡茶要有情境 欸 他就需要什麼 欸 旁邊插個花 因為我在泡茶在室內 沒辦法看到屋外的風景 那就 把屋外的風景搬到室內來 喔 欸 那這一個月 有這一個月的一個 季節的話題 那怎麼辦 我把書法搬進來 我泡茶的時候用到茶道具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喜歡 所以說呢 有各式各樣的陶瓷家 他在幫 泡茶 茶道的人在做 喔 這些東西 那再來的話就是 欸 那我茶室要怎麼樣的呈現呢 喔 他就有建築的問題 那另外呢 延伸 我要去茶室的時候 最好經過一個茶的庭園 這個庭園的作用是讓我們遠離承銷 然後 譬如說各位 剛剛早上 下午還在上班 還跟老闆 吵架 心情很不好嘛 對不對 啊 來泡茶就是要把這些 世俗的包袱丟掉 所以說呢 他讓你經過一個茶廳 讓你心情慢慢靜下來 好像我們人身體 有一大堆的包袱 所以說走到這裡就丟一個 走到這裡就丟一個 然後到了茶室裡面 就是完全放鬆的狀態 那所以說呢 茶 日本的茶道 他 有他 一個很特殊的一個 歷程 這也跟日本的民族性 也有很大的關係 好 我們再看一個短片 這是一個印象 就是說 你對日本是什麼印象 是個治療的 你會畫來 好 我把寶寶 那幾段 與你們交進 他 不是 你 這 在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是一个短片 就是说你对京都的印象的一个缩影 可是你从里面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日本传统的东西 歌舞剧啦 艺剧啦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茶道也算是我们这个 日本传统的一个东西 那尤其我们现在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 哇 去京都好多人 我大概一年会去一次两次 因为那个偶尔会去我们那个 茶道的总部去研修 哇 我们看到我们 好多年轻人比我更哈日 跑到京都呢 还换去租那个河湖来穿 对不对 然后到处拍拍到处走 你就可以知道说 至少他们有一些魅力 是我们没有的 对不对 我们才会想要去这样子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开场吧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是在名传日文系 而且跟各位很近 我是在那个龟山校区 龟山校区 日文系在龟山校区 那我在龟山校区已经呆 名传呆20年 只要20年了 然后第一年 从日本留学回来 是先去文找 但是因为我老家在台北 后来还是找台北的学校 那到了中年之后呢 就觉得说 我总是要有点兴趣啊 教日文当然很好 但是还没有什么别的兴趣 还可以再突破 结果我就开始学查到 学查到 以往就会觉得说 看看就好 书看看就好 但是呢 有我的学长找我说 你要不要来操作看看 而且我操过也有操作的好处 有他好玩的地方 结果我就陷下去了 我就从那时候到现在 已经大概八年左右 就是一直在从事查到的研修 那也到总部上过课 那目前已经取得专业讲师的许状 那我的查名就是蔡忠祺 那目前的话是在我们 民传日文系有附属的查到社 其实我们那边也有开一点课 但是就是少众啦 少众 那另外的话就是在外面也有开查到的课程 是在台北辅台阶阳楼 在靠近北门这里 那另外的话 这个是静态的 那动态的话 另外的话是做从事中文日文的深度导览 比如说各位那个新庄啊 新庄老街对不对 也是很值得介绍给外国人的一个地方 我大概一年会来这边导览两次左右 两三次跑不掉 对台湾人也好 或是对我的学生 或是对日本人 其实这个都还可以多多去开发 好 那我们就来讲正题了 那不管是日本茶还是中国茶 其实茶的源头呢 大概是在我们的西南 四川云林 云南这边 云南好像没有产茶 那这个地方是属于雅勒带的丛林地区 丛林地区比较有 那真正在文献上记载的话是 神龙敞白草 他曾经有喝茶想要来排毒 所以说是在神龙百草精上面 已经有茶叶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真正比较流通的话 大概是在随长的时候 刚才说了 产地是在四川西康 那边云南 对不对 那个地方 如果说北京的人要 北京这边的人要喝的话 那要怎么办 整棵树搬过来吗 太累了 对不对 那只好什么 茶叶柴一柴要把它晒干嘛 晒干还不搭紧 蓬松还不行 最好是把它压榨 对不对 所以说才会有茶砖 还有茶坨 类似这种的就是 最简单的就是把它压 就变成是一个团茶的一个形态 那我们最早的 比较讲究开始说 要怎么喝会比较好喝 就是鲁鱼了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 到 这个 有人会说了 老师 不是唐朝的时候有什么 日本的什么浅堂史浅水史的学生 会来中国学东西 然后带回去吗 对没错 可是他们带回去的茶叶 只是 优优独播剧而已 他当时还没有把他想说 整棵树把他移植回去种 还没有 只是说 茶叶确实有带回去 那只是皇室的人在喝而已 那真正 把中国的茶种 茶树 带回去种的是谁啊 是到了宋朝 宋朝的时候呢 我们国家流行的是 所谓的禅宗 佛教的禅宗 那日本有很多和尚 来到中国学习禅宗 那他学习禅宗呢 就把他的生活习惯 饮食 祭拜的方式 这些东西全部 还有经文啊 全部带回去了 你看像这个的话就是了 禅宗很注重打坐 对不对 那日本现在都还有 打坐 你去那边滑跪 然后还要缴钱 然后头昏昏腦胀这样这样的时候 那个板子就过来了 敲你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 打坐确实哦 你人哦 就会慢慢的恍神 会有这样的形象 好 那 以禅宗来说哦 喝茶泡茶也是一种修行 打坐是修行 泡茶也是修行 所以说他有一句话叫做茶禅以味 这句话跑出来 有一个和尚更好玩的 你怎么去问他 他第一句话就是说 你喝茶了没 还没 驾 那我们就去喝茶吧 吃茶去 这句话就出来了 反正就是大事小事没有这么要紧啦 喝茶先把心情定下来再说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禅宗对这个茶道有很大的一个需求 那这边稍微岔开了 就是说日本的发展了 这个茶本来到了日本的时候呢 是一些贵族在喝的 他们本来是当作社交场合 譬如说我们今天办一个茶会 结果都是我们这边的里长啊 什么的名流来这边 喝一喝交流交换意见 刚开始是这样 但是后来慢慢的有这些人了 春田 珠光 吴野 少欧 亲力修 这些人都有修过 有修过那个禅宗 他们觉得说禅宗是自我的修行 不应该这样吵吵闹闹 修行的话呢 应该要找静悄悄的地方 才能够自我领悟啊 那这个喝茶这个只是一种社交而已 所以说呢 突然之间有一派慢慢的潮 极简峰 就我们今天说的环浦归征的一种日本茶道 开始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源头啊 春田 珠光 开始 第一个他就说了 泡茶不需要太讲究的地方 盖草 草寮 草庵就来泡了啦 这个的话就是春田 珠光 另外吴野 少欧的话是说 哎呀 泡茶喔 不要用宋朝的东西啦 宋朝的东西外来 博来品啊 从中国送到这边一个都好多钱哦 日本做的随便就可以 随遇而安 那真正到了我们的宗师叫千利修的 他是吉大成 吉大成 所以说他发展出了 我们这个叫做Wabi Sabi Wabi Sabi Wabi的话就是叫做差吉 就是说我们追求的是心灵的宁静 Sabi是什么东西 就比较难了一点 Sabi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 Wabi 是不是 不是啦 Sabi 是什么 Sabi的话就是说有点秀 有点缺陷 那日本人是这样子哦 他认为什么 我们不要追求完美 我们要能够 除了能够欣赏完美的东西之外 也要能够欣赏缺陷美 知道吗 因为追求完美无上限 知道吗 你追死了 比如说我们在座的人 你说你一生要像王永庆这样可以吗 不可能嘛 那你天天一直在想说 我一定要跟王永庆那么有钱 你天天很可怜啦 心情很不好啊 为什么要这样呢 所以说日本人他们现在是反过来 查到他们就开始走极简峰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是出家人啊 我也是修行人啊 和尚的话只要什么 一碗稀饭 一两块那个什么 酱瓜 我就可以生活啦 睡觉的时候一个榻榻米就好啦 那所以说查到他也是跟 佛教禅宗的想法一样 他不是讲究完美的 你知道吗 中国当时的宋朝 什么景德政鲁窑那种东西 做一个只要有缺陷 敲掉 有一点瑕疵 敲掉 敲掉耶 天幕台晚 到现在如果说能留下来多好 敲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东西都做的是左右对称 要完美 因为他是官窑嘛 官窑就是要送给环帝了 一千个取一个 五千个取一个 不为过 他们觉得是这样 但是 那四千九百九十九个 是什么样的下场 需要这样吗 日本人有这样的环形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就好了啦 世界上漂亮的女生很多 像林志玲 好 可是 每个人都有办法像林志玲这样吗 不可能对不对 既然是不可能 我们只欣赏林志玲吗 也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说那我们要反过来想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 每个人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可取 可取的地方 所以说呢 查到也是一样 他并没有说要讲究 很华丽的东西 但是那个东西很合我的心 泡出来东西呢 是我想要的 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的话呢 是日本 在文化上面有 这种专有的名词 西方人不太能够了解的 就是叫做 挖鼻跟沙鼻 这个挖鼻的话就是一种极静美 这个沙鼻的话就是 讲求 不讲求完美 有办法去懂得欣赏缺陷 我们人也是这样嘛 都看人家的缺点也不好 好歹看人家的优点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心 反而比较好过一点 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就是 刚才说了 沙鼻 挖鼻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简陋 那和尚本来就是这样 随遇而安 那是一个美德 所以说呢 也讲求残缺美 就跟和尚一样 修行 那像你看这个春天出光的话 就是了 刚才说了 哎呀房间喔 开party好无聊喔 二三十个人在那边 嘻嘻嘻嘻嘻 时间过得很快 但是我今天有什么收获 没有 倒不如我关在那个小茶室里面 好好的反省自己 所以说呢他的 他的那个 好法呢 空间越来越小 从一百平 二十平 再来变四平 最后到 二点二平 还有更 更小的只有一平的 那个空间只有一平 两个人对坐 两个人对坐 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 NHK的那个堵基 有没有 堵基啊 就有一个是跟他的宰相 一起喝茶 一对一 两个人 就在茶室里 他们也不会说很狭窄啊 一平空间 因为人 人的心胸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你在大间 你也是觉得很狭窄 啊这个泡茶的人的话呢 他就是那样的小的空间 他也有办法让他坐在那边 泡得很自然 哦 因为那个地方就好像等于是一个 宇宙 哦 这样的一个感觉 哦 好你看啊 像皇子 你说他华丽吗 一点不华丽 为什么 他是用竹枝边的 外面 包泥巴 竹枝包泥巴而已 可是他是国宝哦 他是国宝哦 他是国宝 我们等一下看他那个 短片啊 好 像这个就是了 这个是我们原本是从中国做的 哇 天木茶碗 天木茶碗 天木 是不是有一个那个 荧光有没有 很多色泽 这个是又要的一个变化 这一种是属于 游滴天木 那 右边这一种叫 黄天木 日本还有收藏 还有收藏 複製的就很贵了 光複製就很贵 那 这个原有的东西啊 更值钱 那这个的话也是 你看哦 这个是中国的东西 太贵了买不起啊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用自己国家的 产的东西 就这样 感觉起来就是很 朴实嘛 对不对 可以用而已 好 再来物业稍后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 他就是 把一些朝道具呢 就开始改了 为什么 因为有钱人啊 皇室啊 贵族啊 他们呢 有钱去买 中国进口的茶道具 譬如说像 左边这些 左边这个叫台子 这个是从宋朝传过去的 都是金属的 但是呢 到了日本以后呢 欸 他就把它改了 改成这个炉 然后这个呢 就用木头的 木头的一个方式 就是把它简约在地化 就是把它简约在地化 然后泡茶的话呢 因为日本喜欢用地炉 那他也把炉放到榻榻米下面 那中国以前在挖茶粉的是用象牙的 象牙很贵啊 那日本也没产象牙 那怎么办 就是用竹子 像这个青花瓷器也没有 所以说他们通通改成 竹座的茶勺 竹座的盖制 这样子来做 好这个是千利修 千利修就是把他的师父 极大成的一个人 那 因为他刚好呢 极大成 所以说在当时啊 受到很多人的一个重视 刚好当时是战国时代 然后那个芝田信长 这个人是一个比较 open mind的人 就是说他 喜欢接触新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茶道他不会 他也喜欢 他也学 就找他来泡茶 而且不行 自己喜欢还不行 那个他的五四啊 就叫他们来来来来喝茶 喝茶 结果他的五四们都喜欢喝茶 包括封城秀姬 包括德川家康 这些五四通通喜欢喝茶 那这些千利修就是 专门帮他 准备茶道具啊 买一些东西啊 泡茶给人家 的一个师父 好 各位看一下 这个叫做黑热碗 是千利修发明的 赤热跟黑热 红色叫赤热 黑色叫黑热 老师这种碗是什么碗 不是中国发明的 它是一个黏土 也没有夯得很实 但是它很厚 它有一个好处 它透气 所以说呢 这个茶 很烫的倒进去之后呢 我们手去摸那个茶碗 手不会烫到 它保温的效果相当好 你看我们现在那个茶碗不是 我们一般吃的饭碗 是不是很薄对不对 瓷器的吧 瓷器很薄齁 你只要加的水很烫的话 你手握不起来 你就可以知道 这是他发明的 日本比较冷 他们喜欢保温 那我先问一下 你们喜欢红色还是喜欢黑色 红色几色 红色有毒 黑色的呢 黑色几少 它有一半一半 好老实跟各位讲 黑色跟红色 我们茶道都用 但是大部分会用黑色 红色大部分是在过年 比较喜庆的时候呢 会拿出来 那 封城秀吉喜欢的就是红色的 他不喜欢黑色的 那没办法 因为封城秀吉 从小是从平常百姓的家庭起来的 所以说 他有点怎么样呢 一旦有钱之后好像有点爆花糊 知道吗 有钱之后想买好的 用好的 包括他的太太都是贵妇 真的耶 那好奇怪 我就是觉得这个封城秀吉是 就是这样 因为他 他年轻小时候呢 就家里贫穷 他也不知道说 人家贵妇是在想什么 所以说这个贵妇也不错 找过来 这个贵妇也不错 找过来 他有什么正房啊 偏房啊 小妾啊 什么的 都是那个什么大 大诸侯的女儿啦 或是妹妹啊 这样子 你会不会知道 他就是有点 这种样子 好 那后来的话呢 这个 因为千利修的理念 跟封城秀吉 理念不太合 因为他千利修还是要走 这个什么 极简峰 就是环埔归征的一个路线 各位知道 封城秀吉还盖过一个 黄金茶室嘛 其实黄金茶室 漂亮是漂亮 其实对 泡茶的人很不大调 真的很不大调 所以说呢 他就不想认他为主人 所以说 这个封城秀吉 叫他切副 他就真的切副 不然他 其实跟他讲说 拜托啦 我饶过一次 说不定他就没事了 对不对 他也不想要这么说 他就去自杀 宁愿这样子 你就可以知道说 两个人的理念 差蛮多的 所以说第二代呢 暂时没有什么活动 怕得罪封城秀吉 到了第三代的时候 才叫他回来 继续花扬光大 这个茶道 那因为这个第三代的孙子呢 他有好几个小孩 所以说呢 他就叫他的小孩 独立门户 这边就有了 叫做表千家是老二 然后再来李千家是老四 老三呢 后来跑出去 要去做那个木工 后来又回来 所以说叫做五者小路千家 那千立修现在传下来的流派就是 这三个流派 所以说叫做三千家 三千家 这样的说法 那我本身学的是李千家 那李千家 现在是 在日本来说 学习人口是最多 在海外的学习人口 也算是最多的 那表千家 他是比较固守传统 比较固守传统 他的想法 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茶 是怎么弄的 茶是怎么弄的 诶 刚才有说的 我们不是晒干了一坨 对不对 一坨 那真的要泡茶那怎么办 第一个首先用火烤一烤 就像这个 火烤了以后呢 你用铁锤啊 或碾子啊 把它敲敲打打或压碎 最好的方式是用石墨 这个叫做碾茶 这一种的石墨 因为它抹了之后 它的粉末 会比较细 我们各位都知道 粉末越细的话 它的那个 怎么样呢 萃取率会越高 譬如说我们现在牛奶 不是有奶粉吗 为什么要做成奶粉状 就是因为它冲泡了就可以喝了 对不对 那一样的 这一种东西冲泡了就可以喝 那如果是茶叶的话 你很有可能还要用煮的 对不对 你就是说 它泡了之后 它原有的茶汤 是不容易萃取的 好 问题来了 这种喝法 这种喝法 原本是在宋朝 我们中国发明的 但是中国竟然消失了 日本传回去之后 日本继续花样光大 很可惜的 你知道谁让这个抹茶不见了 其实抹茶是中国的东西 答案是谁啊 明太祖 朱元璋 明太祖 朱元璋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他是平民百姓出身 而且有点呢 现在讲的话 就有点 痞子就对了 你知道吗 是痞子型的 他就说了 啊 这个抹茶呢 花那么多时间做出来 才喝那么一点点 又花钱又花时间 不要了 他直接就说 你那个厚厚的 厚厚的煮煮的就好了 这不现在我们用的茶叶的煮法 那你看 我们现在茶叶是不是有的 泡一泡 两泡三泡 那个秒数越来越多 对不对 就是萃取不出来了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 他是茶粉的话 他是整个粉都可以喝 可以吃嘛 抹茶是不是抹茶粉 本来就可以吃喔 那你各位知道说 这个萃取率 就是不好 但是呢 他就是便宜啊 是这样子的 很可惜的 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发展 这样的东西 那有人说了 我现在也要纠正一下 有人会说 台湾也有种绿茶啊 那绿茶用石墨抹一抹 抹一抹抹成粉 绿茶粉是不是等于抹茶粉 老师 绿茶粉等不等于抹茶粉 不是喔 不是喔 为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台湾的那个 绿茶 天天被太阳晒 那个茶叶为了不要让水分生花 你有没有看那个 茶叶的那个表面 是不是油油的 对不对 有一层呢 他不要让水分 散发掉 对不对 那一层最苦了 那一层最苦 那日本那怎么弄 日本经过三四百年的努力 他们有一个功劳就是 他们用这个遮印法 让那个绿茶本身的 对那个苦涩度降低了 什么意思 就是像这个 这个是一个绿网 黑色的黑的网式 太阳很大的时候呢 他就把它拉起来 不要让他直接照射 不要直接照射的日光的时间 减少的话 他那个叶子呢 就不会暗绿色 他是成鲜绿色 那另外的话是 日本呢 有特别去培养 就好像我们 鳳梨不是有品种吗 特别去培养出抹茶 适合做抹茶的品种出来 好 那你看 你看那小姐 她在拔茶叶的时候 都还是在往事里面 好 还有 台湾的处理方式 也是比较粗糙的 我们台湾那个茶叶 为了不要让茶叶发酵 大部分是用一个大的锅子 用火去炒 用火打开 用大锅炒的 这样的话 很容易把鹅茶树 跑掉 那日本是用什么 用机器石墨膜 但是他的转速呢 控制在 比较慢的情况 因为速度快 我们都知道 速度快 是不是摩擦生热 生热还是一样 会把一些好的物质消化掉 所以说日本 我有去参观他们的工厂 他那个茶粉 在抹的时候呢 只要没人参观 他的电灯是关掉的 电灯还关掉 然后是慢慢的 抹的一个方式在进行的 好 总归一句话 不管各位觉得抹茶好不好喝 大家都觉得他是健康食品 所以说我们外面 即使你没有真的喝抹茶粉 的茶 抹茶 但是你有喝过 吃过抹茶冰淇淋啊 抹茶蛋糕啊 抹茶呼拉圈啊 之类的 对不对 你就可以知道说 诶 我们还是有受到日本影响 把它当作是一个 蛮健康的东西 好 刚才也说了 这个 光泡一碗好喝的茶 不是茶道的一个目标 因为茶禅一味 喝茶之外 茶道也是修身养性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呢 诶 他的茶室弄完了之后 还有外面的茶亭 茶亭很讲究 刚才我们不是有一段那个京都的 各位有去京都的话 会看到有一些 只有碎石子的庭院 那个叫做枯山水 那个枯山水也是和尚发明出来的 为什么 和尚他只能打坐 没有那么多余的时间去照顾花花草草 那怎么办 就是摆石头 摆石头 那就由他去想像 哦 那个是海 哦 那个是小岛 哦 其实他没办法去掌握 掌握那个 所以说除了枯山水之外 另外还有一种 也常见的就是叫 胎原 整个草皮啊 是长青苔的 哦 你去那边仔细看哦 那个年青苔的种类就好多种了 哦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哇 日本的那个发展跟我们很 真的很不一样 哦 好 又回来了 美 来 左边的那一个叫做农茶 右边这一个叫薄茶 你会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喝 啊 右边的 左边不好喝 我来我先问一下 有没有人喜欢喝 看起来会想尝试喝左边的 好 那个是农茶 好 那我讲一下历史 最早的时候只有农茶 我们泡茶的人只喝农茶 那菇菇啦 你知道吗 好像麦芽糖那样 麦芽菇 菇菇哦 它是糊状的 诶 用怎么讲比较 米饞 比米饞还更菇啊 那一种 米茶 它也太好了 讲到我小时候吃的东西 好 然后那个 右边那个是什么 薄茶是后来喂 没有泡过茶的人 你也来参加茶会 泡这么比较清爽的给你喝 所以说各位 各位来宾 你在外面 会喝到大概是左边这一种 右边这一种的 左边那个是我们同好在喝的 老师 那一种勾勾怎么喝啊 一个人喝三口左右 而且是三 至少大概是三个人一起喝 哦 那你也会想 老师 日本人呢 不是很注重卫生吗 一人喝一碗啊 怎么会三人呢 你要知道 刚才说了 这个茶道盛行是在战国时代 三个武士一起喝 好像有煞雪为盟的意思 等一下我要靠你哦 你靠我 我靠你 对不对 战争的时候你要在旁边 帮我挡子弹啊 或什么样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一起喝 我们团结一致 它是一个形式 很好的一个形式 所以说 武士很喜欢喝茶 武士很喜欢喝茶 喝茶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还有人坐在马上很无聊的时候 马上也能喝 叫做马上杯 做成好像手可以拿的这样 摳摳摳 他也能喝 马上杯 就是陶瓷器 它下面还有一个 你知道 好 我再讲到最重要的重点了 为什么武士 不是 知田信长 我的长 主公喜欢喝 我就一定要喝吗 不是 其實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心灵 要平静 你要知道说武士 天天过的是 刀光雪影的日子 前一个小时 还跟人家打打沙沙 看到的就是那个雪啊 人头啊 飞来飞去 對不對 回到家还要抱老婆 我还要照顾小孩 你觉得他 心情会平静吗 不会平静耶 说不定 他可能就不 不敢 甚至 不敢马上去 回到家里 因为他觉得说 我刚才做了一些 很不好的事情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喝茶 喝茶的话 因为专注的情况下 至少他会把刚才的一些 不好的事情忘掉 忘掉 所以说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说日本啊 有很多上班族啊 年轻小姐啊 先生啊 他们为什么下班之后 还会想要学茶 也是因为这样 因为茶到他的 他在那个泡茶的过程中 他的步骤相当多 而且他都很合理 你用你的身体把它记起来 那记起来的在泡茶当中呢 你要很专注 既然专注 你就会把一天琐碎 不愉快的事情 就可以忘掉 他是这样子一个作用 好 这个也很好玩 就是我们会打成这样 这是李千家的 会打成上面有一层薄薄的 泡泡 好像是拿铁一样 咖啡拿铁 那这个是表千家的 他会打成一个月亮型的 你们想喝哪一个 左边啊 右边 右边啊 这个是月亮啦 是月亮 现在是看起来像这样啦 其实他就是打成月亮型 星月 星月型 好 那刚才说了 原本是农茶 他的茶粉要比较多 但是呢 他的水量就比较少 那刚才的博茶比较多 多水分 茶粉也比较少 从也打得出来 那这种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已经靠手感了 手感也没有刻意去记 没有刻意去记说是怎么样 好 这边还在补充一点 就是说 台湾也有很多网路上啊 在卖煎茶道的 煎茶道跟抹茶不一样 煎茶他泡的还是茶叶 还是茶叶 但是呢 他有一定的规矩 他是从明朝之后 江户时代才开始流行的 简单说是受 中国明朝以后的影响 才产生的 所以说呢 他有他的泡茶的规矩 但是他泡出来的不是抹茶的 他是一般的茶叶 好 这边的话简单的 有照片 那我们就介绍一下 这个是茶写 这个就是刷茶的 这个是用一根竹子 把它削成 80根 100根 或者是120根 你看那个祭司很厉害 就这样削削削 那茶碗就是了 茶碗有各地 各地各个作家 做出来不同 各式各样的 所以说茶 茶人事实上可以挑的空间很大 好 再来日本 好的地方还有什么 和果子 和果子 你知道吗 我学校 很多学生 我日文系的学生 说 要为什么要来参加茶道社 他说 因为可以吃好漂亮的和果子 还有喝好喝的茶 原来是要吃果子才来的 那因为 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在茶室里面 看不到外面的风景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没办法 把季节感带到这个茶室里面 那怎么办 带进来 只能插一个小小的花 之外 就是和果子 和果子 依照它的材料 它可以把它做成当季特有的一些花 或者是植物 或者是当季的实令的一些物质 像这个的话 各位看得出来是什么吗 五月份你会有什么 秀酒花 秀酒花答对了 看到秀酒花就马上想到五月 对不对 所以说日本已经行之有年 就是说 哪一个月会想到什么样的东西 哪一个月会想到什么东西 因为人家一年世纪有变化 我们就很难了 知道吗 你看我们家外面 像我们学校就是了 窗户一打开 看出去外面 穿涨 春天看它绿绿的 夏天看它还是绿的 冬天看它还是绿的 你觉得我有季节感吗 没办法改体验出来 人家日本是这样 今天打开窗 哎呀 枫叶开始变红了 秋天到了 对不对 那个雪开始在融化了 春天到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 日本人他有他的季节感 也是因为他的风土 就我们这边的话就比较 弱势一点 就是这边欠缺一点 所以说呢 在喝茶的时候呢 每个月 老师帮你准备什么样东西 也好歹让你有一点季节感 那何况这个都很好吃 这个日本人做的很好吃 而且现在哦 比较偏不甜 比较不甜 以前真的很甜哦 为什么 因为日本不产糖 所以说真的有糖吃 他们好高兴 就跟我小时候一样 哇有麦芽糖好高兴 因为平时没有糖吃啊 那日本不产糖的哦 从国外进口的 所以说糖对他们来说 是很贵的东西 好你看还有这些东西哦 你看随便讲就是了 这个是菊花 这个是菊梗 这个是菊梗 那这个的话呢 是月亮 那这个比较看不出来 你就会知道说 他们有他的一个季节感 好 那茶会呢 也可以独热热不如重热热 因为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呢 不是武士在泡而已 希望说大家能够也有机会 能够获得这个泡茶的乐趣 所以说你看这个有野外露天的 你看这个人小姐在这边泡 然后其他人就坐着 当然是要天气好 为什么因为那个直伞 直伞不防水知道吗 那个直伞真的不防水 那个雨下下来 大雨下下那个直伞就爆销了 一只二十万 二十万 而且那个有来头的 那个叫五行伞 五行伞 就是封城秀吉 有一次他浩大喜功 他就说 北野找一百个两百个茶人来这边泡茶 给大家喝 大家来比赛 结果有一个人 有一个茶人他就是擦这个雨伞 很鲜艳 红黄蓝 五行就对了 五个颜色 五行配五色 结果后来就流行 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也是有典故 好 再来这是茶室哦 你看哦 这个是比较大间的哦 这个大概有八铁 但是这一间的话你看哦 一二三只有三铁而已 三个榻米等于一点五瓶而已 你不习惯泡茶的人 坐在那边会很拘束 可是我们慢慢泡习惯的人 坐在那边也好啊 不错啊 海阔天空啊 随意而安啊 都要能够这样子 那他们也鼓励小孩子去泡茶 那外国人也很想去做这个体验 好 大概我 我到这边呢 再让各位来宾呢 看一个短片 我们来看那个国宝的卢安 一下 寺院长 伊之谷 名前は西尾正敏 伊之谷 我这里定位的博物館明治村 这位是中国 建设部長的 工作室 这酒庵 现在日本有任何茶室 中で三つだけ国宝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が その一つです 国宝に指定された理由 それらの雑誌としての特色もありますけれども 多分お作りになったのがその当時 今から400年前の日本を統一しようという時代の 一功労者 そんな政治的に力のあった方が 芸術にも力を注がれてお作りになった 線路離宮というお茶のお体制した方に 若い頃から教えを受けておりましたので このお茶室大変ユニークなお茶室になりました 小田浦夫妻が69歳の時 公的なお仕事から1歳引退しまして 京都にあった建仁寺というお寺の一 お坊さんの休暇を隠居所として使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それが直しが終わった後 お茶室としての序庵を作りました 文献によりますと 浦夫妻は理宮から特別なお茶の一つのやり方というのか それを直接教わっていると 茶道は自分の芸術的あるいは文化的な考え方に従って 自由に作っていいんだよと そのように言ったようです 日本語で言えば好きな通りに作りなさいとか そういう考え方からすると ジョアンそのものはその当時も そして今もないようなユニークな形に作られている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好 这边先暫停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这一間 好奇怪 牆壁貼了一堆破破烂烂的紙 对不对 你说它 它是国宝 但是它外观一点也不讲究 它是从足脂 用泥巴 把它弄的 真正的术语叫做鞭足夹泥墙 鞭足夹泥墙 我们台湾的日式宿舍 以前也有很多 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呢 这个外观是泥巴的话 如果被豪雨侵袭的话 它那个外墙很容易会壞掉 那怎么办 它会加石灰 那内墙的话是什么 怕人去踢到它 就会剥落 那怎么办 贴报纸 这边不是贴报纸 那时候还没有报纸 那贴什么 日历 以前的话 很早很早就有日历 它把它日历贴上去 这一间 几乎算是这一个 有乐灾的人生的缩影 怎么说 它人生69岁开始在这边 泡茶 然后它这边 从它小时候的月历开始贴 贴到它69岁 它泡茶的时候 只要随便一看 23岁的时候 想到我跟阿花相见的时候 看到50岁的时候 想到我哥哥踢我一脚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再看到60岁 看到妈妈过世的时候 它也就是说 这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设计 就是说 它都贴阅历 然后整个茶室 是充满它的回忆就对了 它只要看到什么地方 它就会让它勾起 它以前想到什么 以前那时候做了什么 这样子 它还蛮特殊的 是充满地的 对于是充满地的 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是充满地的 是充满地的 这是充满地的 并非充满地的 并非充满地的 是充满地的 請進去 就是谦虚 那另外也有一种说法是说 回到妈妈肚子的怀抱 这个也是有另一种说法 那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你外在世俗的东西 你都把它留在外面了 进来都不要管了 你即管你是诸侯 我是商人 进来大家都一样 还有另外武士 是不是随身都配刀 因为那个刀子太长了 这个也进不去 所以说也是在外面放着 知道吗 就是里面的空间是 大家是和平的 大家平等也和平 这样子 有人会说 老师啊 那个茶室这样子 是不是里面都黑黑暗暗这样子 对不对 没错 真正茶室就是在这样昏暗的灯光做的 那日本那个茶室 喝茶的时间还分好几种 你知道吗 清晨四五点的时候喝 比如说有人请你说 你来我家 早上五点来我家喝 他就赶快去早上去那个井水 打那个井水 取那个最好喝的井水给你喝 还有另外一种是晚上的 晚上的话就有那个蜡烛 你在走庭宴的时候又有另外一种风景 反正日本的话呢是一天有五个时段 我们一般会去参加茶会大概是正午 就是吃中午饭 然后喝农茶跟薄茶的 这边是一样的 壁というのは 竹を細かく編みまして そこに土をくっつけて 壁を作ってございます その土を全部落としてしまうと あのような小米の窓が出来上がる それからもう一つ こちらの窓ですね 細かい線が映っており 影になってます この爪打ちというのが 浦草の受腕にごく特有のものでございました この腰 これは小読みです こういうお茶室っていうのは 壁の土は大変弱い お入りになられるお客様たちが いろんな不具合がこの壁に起こってしまう それでは壁が傷んで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 下の方に普通ですと真っ白な紙を貼ります でも小田浦草はここに小読みを貼りました それまでの70年近い人生の中で いろんな方にお会いしたり いろんなことをご一緒に仕事をしたり あるいは中には亡くなられた方 いろんな方たちのことを忍ぶつもりで ここに小読みを貼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なと そんなように思う次第です お茶室っていうのは形が決まってて 定型のものをいくつでも大きく小さく 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んですよね 作る方があるいはそこへ誰かをお招きした時に 楽しい時間を喜んで過ごせるように それがお茶室の一番大事なところなんで お茶室の啟りを 気づいたします お茶室の啟りを 文化で表現してくれる ench� Подね こんにちは お茶室のお茶室のお茶室です 被認為 好 我們繼續再看一下 這個 剛才又看到這一邊 有人 又要講一個的 我們都說懷石料理 以各位的想法來說 可能懷石料理很昂貴 其實不是 其實懷石料理原本是來自 和尚在吃的料理 什麼叫做懷石知道嗎 因為以前和尚 他在打坐的時候 打坐的時候在冬天 他很容易 頭這個地方會冷對不對 還有肚子這個地方會冷 只要冷的話他就撐不住了 打坐就撐不住 他就會睡覺 所以說 以前宋朝的 那個和尚呢 他們要 深夜晚上打坐的時候呢 是會去把那個 石頭啊 把它加熱 烤熱了之後用那個布啊 把它包起來 用手把它包住 包住放在肚子這個地方 人的肚子如果暖和 人就不容易昏睡 就跟 人就是這樣啦 頭比較容易冷嘛 腳也比較容易冷對不對 肚子也是 那 所以說懷石料理 其實 在 原本的意思是說 一個很簡單 台灣話就是杜曉悅啦 簡單吃吃而已啊 因為 真正喔 日本的那個懷石料理啊 真正我們在吃的喔 我們在吃的 因為我們參加茶會有時候會有懷石料理 大概是 一基基督散散 一基基督散散的話就是一個湯 三個菜而已 一個湯三個菜 那只不過說我們現在在調理的時候比較精緻 比較講究 所以說懷石料理在日本賣的也很貴喔 你不要講這樣子因為我們現在都 已經到中年了對不對 一湯三菜 說不定很豐盛的話 你還真的吃飽了 對不對 你也吃不到有那麼多 那頂多還會再加什麼 烏魚子啊 還有另外還有一些根物啊 之類的 其實 其實喔 他們就是把它做得精緻 其實它量並不多 也原本是這樣子的 好 那我總歸一句話就是說 日本茶文化呢 第一個 我們台灣的發展呢 到現在 當然 一樣的想要把它藝術化 但是呢 日本茶道因為已經累積了四五百年了 所以說它的藝術化的程度相當高 而且它的藝術化不是只有 泡茶的人 做茶碗的人 寫書法的人 插花的人 做茶廳的人 建築茶室的人 很多人的共 大家的合作之下 把這一整塊 是一個很有體系的 那我們比較可惜啊 你看 泡我們台灣茶 隨便辦一個茶會 大部分都是 其力而做的 很多 很多是這樣 因為 也沒有什麼一個 傳統或一個規矩 因為 還沒到那樣的一個程度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欸老師 那個泡茶為什麼有 有那麼多規規矩矩的步驟 什麼樣 其實 他其實是 基於恭敬的程度 把那個茶 獻給神明 那個儀式而來的 比如說我們這邊應該有很多虔誠的 信徒對不對 你家裡 不是有 齋氣三 三藏香啊 還有那個什麼 那請 那個要怎麼說 競爹 對對對 好競爹 我們家都有在拜競爹嘛 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 禪宗的那個 和尚他要不要做 敬茶 要 哎呀今天是 那個什麼 釋迦摩林佛大生日 那我當然要舉行一個 比較很 莊嚴隆重的 敬茶的儀式 這些儀式就是 會茶道的人來做 慢慢的這些儀式 就把他弄得 漂亮 然後呢 完美這樣子 其實他 可能是從 這個敬茶 這樣的一個儀式 慢慢延伸的 剛才說的 千利修他講求 何敬親戚 就是說 我們學茶的人 大家都是 同師們的兄弟 彼此呢就是 互敬互愛 那也促中這個 寧靜的空間 寧靜的空間 所以說我們泡茶的人 你知道我們茶室來 泡茶 你就不要講說 我跟妳講喔 我常 大樂透就10萬 那個就不要再講了 我們比較忌諱那些 不要講 一些 私事 不要講一些私事 然後來 你就 想 想學 想泡茶 就是 來 專心 弄茶 這樣就好了 因為妳 每個人都想要在這時候得到一個 比較片刻的寧靜 這樣子 好 那是不是中國人才在 風喝茶 也不是 其實18世紀 19世紀 西方人 很風喝茶 甚至引發 兩次 戰爭 就是因為茶 老師真的有那麼嚴重嗎 好啊 我們來講講看吧 第一個 什麼戰爭 西方人 從18世紀 航海過來 東方之後呢 發現說 哇 東方有產茶 拿回去 歐洲 他們好喜歡 因為他們都是 吃肉的 吃肉的喝茶 去油膩 感覺身體清爽 所以說他們很喜歡 所以說英國喝茶 歐洲喝茶 已經很久的 很久的歷史 那 因為他們喜歡喝茶 就不斷的買茶 買茶是不是要 不斷的給 把錢給中國 對不對 那是不是他越來越窮 對不對 他又要想辦法 賺回錢 第一種方式 哇 英國人 也蠻炸的 他 他 他把那個茶葉買進來之後呢 再把價格加高 賣給美國殖民地 就產生了波斯頓茶葉黨 這件事情出現 也很奇怪啊 美國人就很奇怪 同樣是大英帝國的人 為什麼我們這個 殖民地都 人比較小 是不是 為什麼 稅要繳得比較多 所以說他們就不爽 然後 假扮 印第安人 然後把他們的 英國的茶葉丟下來 就英國就不爽了 派軍隊來鎮壓 最後就導致 美國 獨立戰爭 沒想到獨立戰爭 是因為喝茶 而引起的 美國人很喜歡喝茶 真的為什麼 因為美國他是一個大龍爐 所以說他的接受度比英國更好 譬如說英國已經喝習慣紅茶了 但是美國啊 有不同的 種族過去 所以說 日本綠茶他也喜歡 台灣的烏龍茶 福爾摩沙茶他也喜歡 然後紅茶他更喜歡 這些茶只要賣到美國都賺錢 所以說台灣 台灣當時 1860年開始 賺了 很多錢就是賣到美國去了 你就可以知道 還有另外一個戰爭是什麼 鴉片戰爭 英國一直在花錢買你中國的東西 但是因為中國地大物博 不缺別的東西啊 你不要賣東西來 他要求英國不准賣東西 糟糕了 我錢一直給你 你又叫我不能賣東西給你 那我不是越來越窮嗎 他不甩這一套 他就私己下去了解說 中國什麼東西最缺啊 結果後來了解 鴉片很缺 剛好他的印度可以產 產鴉片 他就拿鴉片來賣了 喔 不過我要講喔 鴉片並不是因為英國人帶來的喔 是中國本來就有好多人在抽鴉片 什麼人抽鴉片 有錢人抽鴉片 阿兵哥沒有打仗 拒賭抽鴉片 勞動人口 麻痹一下 抽鴉片 所以說呢 中國當時有很多抽鴉片的 那只不過這個 這個鴉片大量的銷進來喔 中國受不了了 就引發 鴉片戰爭 結果鴉片戰爭的結果大家都知道 1860年以後 整個中國啊 任人宰割 對不對 你就可以知道說 哇這個也是因為茶而來的喔 好 那我們在 簡單的講講茶葉喔 茶葉我們都知道說 他有一道過程就是讓他不發酵 我們依照不發酵的時間的前後可以分三種喔 就是 全發酵的 跟 不發酵的 跟半發酵的喔 全發 不發酵的就是綠茶 喔就是他 他讓太陽光曬一曬之後呢 叫尾雕 尾雕就用蒸氣把它 蒸一蒸之後呢 他就不發酵了 就曬乾 這時候就變成綠葉 綠的那個葉片 像日本的綠茶 煎茶 我們的龍井 那 半發酵的話是什麼方式呢 就是尾雕之後喔 我們用那個 甘毛是不是 我們台灣話叫甘毛 就是要竹簍子 然後讓它切切切切切 然後那個葉子會互相碰撞 碰撞之後就會產生一些氧化作用 那就會有輕微的發酵 這種發酵的方式呢 就是叫烏龍茶 好再來 全發酵的話呢 更簡單了 直接就揉捏了知道嗎 各位有沒有去那個什麼木柵 木柵什麼 農業改良廠 自己做茶過 我有去做過 好簡單喔 我原來紅茶這麼做 就葉子拿來之後呢 放到袋子裡面呢 攪緊之後呢 就一直搓揉搓揉搓揉 另外一種的話就是握堆啦 握堆的話它比較 因為我們 這邊比較沒有 就普爾茶 它事實上呢 它事實上 是 把它沉堆之後呢 長期儲存 儲存它還有一點點 在 做發酵的作用 只是說因為它是慢慢的發酵 所以說呢 它的 茶葉呢 跟紅茶一樣 喝起來比較溫潤一點 只是 只不過呢 這個東西因為 古時候在弄的時候在 頭腳刀啊 就會吸一些地氣 會比較 要注意的 就是說這些東西呢 在喝之前最好要 弄到乾燥 然後呢 第一泡的時候 有人說是不要喝 類似這樣 那 喝茶事實上 都有對 身體有益 但是我們要挑時間 因為茶 有的 對身體的刺激性比較高嘛 比如說 不發酵的綠茶 就比較高 再來就是 半發酵 再來是 全發酵紅茶 每個茶都沒有 每個茶的一個好處 像有的人 有一陣子很喜歡 喝補耳茶對不對 晚上喝 那因為晚上呢 剛好是我們人的 身體免疫系統在 循環的時候 這時候的話呢 就可以去油脂啊 然後呢 降 降血壓啦 降血糖啦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 因為它比較溫和一點 比較不會有一些 互作用啦 好 好 接下來的話是想講說 以下幾件事情 盡量少做啦 第一個 睡前喝 濃茶 有沒有人 刻意 睡前就是喝濃茶 應該沒有喔 應該沒有喔 有的人喝 喝濃茶就會睡不著了吧 對不對 像我好奇怪喔 同樣是咖啡因喔 喝咖啡 竟然很好睡 但是喝了 茶葉的話睡不著 真的會睡不著 比較不好睡 好 再來第2個是空腹 因為那個 茶裡面有一些 酯啊 叫做 咖啡鹼 他對空腹刺激 喔 刺激的話呢 你那個肚子的話呢 有時候利尿過度的話 其實 會增加 肾的一些負占 再來 過量喝茶 過量喝茶就是 有人把茶當水喝 這個 我好像看很多 看到很多人是這樣 尤其是公務人員對不對 公務人員他旁邊就擺一杯 那個杯子 馬克杯 然後呢 三不五十喝一下 他們喝一下 喝一下 喝一下對不對 其實 長時間喝茶 小心一下 小心一下 那這邊他是講到說 一天啊 茶葉 喝茶的量大概 不要超過一個 飽特瓶 好 再來有人會說 那個普洱茶 對身體很好 那我喝濃一點好不好 也不好喔 因為太濃的話呢 因為裡面有所謂的 炒酸蓋 你喝多了說不定呢 你的尿道之類的 也會有一些 結石 好 這關也要小心 好 像西方人他很喜歡喝紅茶 一天可以喝七杯 好恐怖喔 一天喝七杯 但是他 七杯是不是天天都 每一杯都是很濃的 不是 他就是看時間了 越晚的話呢 他就用 比較溫和的 比較清淡的 好 好還有另外一個 錯誤的觀念是說 有人說 那個茶會解酒對不對 所以說邊喝酒邊喝茶 錯誤的喔 這很危險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你喝茶呢 會利尿 但是呢 那個酒呢 到了腎之後呢 他會分解 那因為你喝茶的關係 水分一直把他拉走 反而你的 腎裡面是不是 他的酒精成分 比較濃啊 就對身體不好喔 這個也要小心喔 那個酒啊 沒辦法馬上 幫你醒酒就對了 這個要小心 好 還有 茶葉不能浸泡太久 這個也是一般人 其實我以前也是這樣喝 以前也是這樣喝 譬如說我有一個馬克杯 裡面丟了一堆茶葉 這裡沖泡一次以後 喝完了以後 沒喝完繼續放 等他涼了之後再加熱水對不對 其實這樣不好 茶葉跟茶 不要一直泡在一起 其實那個老人茶的喝法是對的 老人茶是不是泡了之後 他就把他放出來對不對 放到那個什麼茶 茶海對不對 那是比較好 因為那個茶 跟 茶跟茶梗 要分開來 為什麼 因為茶 茶葉裡面有很多物質 剛開始的時候會分泌出 好的東西 但是你浸泡久了 壞的物質會慢慢跑出來 這個也要小心 這個的話就是 茶的物質太多了 那 茶既然好 但是呢 也不是說今天喝明天不喝就有用 沒用 就是說 是維持一個習慣會比較好 那像剛才說了 這個 茶包也是一樣 這樣長期泡著也是不好 好 好我再問了 外面的茶品很便宜嘛對不對 所以說這些茶怎麼樣 很危險喔 我不敢保證他有毒喔 不是 農藥殘留 說不定 沒有 因為台灣現在茶葉的檢查很 標準很高 可能沒有 毒這件事情 但是 因為 這種茶品呢 是不是大量生產 他要維持一定的 同樣的口味嘛 對不對 他會加一些香精啊 會加一些 特殊的東西進去 或者是說一個產地 不夠他有好幾個產地 去混合的 所以說你要知道說 一分錢一分貨 你要知道說 那個東西很方便 但是呢也不要常喝 因為那個東西呢 可能為了要維持統一的口感 他有加了一些東西 有加了一些東西 至於毒的話呢 就比較不可能 因為 其實台灣的檢驗 很高 除了有一些 黑心商人 我就不知道了 對不對 好你看這邊的話 就是說 那你要喝的話 最好是找那個 熟悉的茶行 你自己熟悉的 他 願意賣好的茶給你 還有台灣現在也講求 那個產地標章 就是有些 茶的話 他可以 可以追查出 他是哪個產地的 好 那我們現在 外國茶進口 最多的就是 越南茶 因為他便宜 那這些茶流到哪裡去 除了剛才的 那個什麼 灌裝茶之外呢 就是外面的泡沫紅茶店 我們外面不是有很多紅茶店 對不對 他可能呢 讓你喝起來口感一樣 但是呢 他可能不會用到很 很好的茶 這個的話 也可以了解一下 好 好 那那個 檔案的 演講的部分呢 我們就到這邊 那 後面呢 你可以 看 有一個 感谢观看 就难得的机会 就介绍一下茶道具 给大家知道一下 好 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茶道具 比如说你来跟我学茶道 除了则 基本的一些规矩会了之后 正式开始学的第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这一种叫做盆略 盆略 那这个盆略会摆在一个盆子里面 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盆子呢 有高高低低 这个叫做三道盆 好像你在走山路一样 有高低起伏 给一点风景 那有人就问了说老师 为什么初级的人要有一个盆子呢 因为初学者 他对这个茶道具摆放的位置 没有那么熟悉 我们用一个盆子 把它框住 这么小的范围 他比较可以摆得到正确的位置 譬如说我现在这样子叫他泡 他泡不出来摆哪里了 这样子他泡不知道在哪里了 那这个放进去就不一样了 你看哦 譬如说 好 这个插好之后 请你放11点位置 他就知道 这个好像是一个时钟的盆 这里是11点 对不对 插好之后放5点钟位置 插这个呢 摆在 1点钟位置 茶巾放在 3点钟位置 所以说你看哦 这个 这个都是有他的考量 说 为什么要茶 茶还要一个盆子 其实他就是 学茶 第一个就是步骤 第二个手感 第三个位置 很重要 你突然之间看到有一个人 不知道放哪里就知道他可能乱掉了 他就就可以知道 好 那我来讲一下 这个的话叫做茶枣 茶枣的话呢 是木科的漆器 那里面的话就是放茶粉的 茶粉的 那因为他的形状像那个我们的 水果有一种水果有一种枣子 对不对 所以说他是枣子的形状 所以说是茶枣 茶座 对对对 茶座 对对对 那这一个的话就刚才有教过了 叫茶枣 茶枣 这个是在打茶的 凭你的感觉 80根 100根 120根 都可以 都可以 就这样说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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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问题 所以是可以问我 对 然后呢 那再来是什么呢 茶枣 茶枣 就是挖茶粉到茶碗里面的 那刚才不是说中国原本进去的时候是象牙的 你看现在都是用竹子的 而且我们厉害的那个茶人的话 这个这个茶枣是自己开发知道吗 自己去凑茶 自己销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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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 自己找一支自己喜欢的 然后他有一套的工具 我们可以继续消除自己喜欢的造型 所以说这个茶草也可以反映出 我们那个茶人的特性 那这个是茶经 就是说我们要去熟悉这个 就是说这个茶碗 其实我们要端茶给别人的时候 其实我在厨房里面 就是我们的水屋已经把它弄得很干净了 但是为了客气 所以说我们会在客人面前再把它做一次清洗 清洗动作 所以说会去做擦拭的动作 那这个是茶碗 茶碗我这次拿的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那这里看来看去好像只有这里有花 所以说这个就是正面 这样可以吗 那很多人就会问了 老师那个泡茶的时候 为什么喝茶还要在那边转来转去 那其实它是什么意思啊 我泡茶完了以后呢 我会把最漂亮那一面转给你 最漂亮那一面转给你 但是你拿了之后不能在最漂亮的地方喝 这样就很私利 所以说才会想要把它转开 这是基于谦虚啊 人家把最漂亮的给你看 那你就是一转四 一转四 就把漂亮的转给他了 转给对方 我们就是避开漂亮的那一面喝 是这样子 所以说也没有特别说要转三圈啊 转两圈啊 或者什么什么 不是 其实它就是把正面转到对面去 大概就是 那个时钟的话 就是一点钟转到四点钟 一点钟转到四点钟 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把它做 做一个 来一个 我今天没要真的泡茶 今天泡茶我不知道 还有插头啊 你知道吗 今天没有打算 我只是介绍茶道去 下次啦 下次有的话 我们就想办法弄 因为真的要泡茶的话 我还要再加五个工具 还要有一个炉 还有上面还有一个符 还有加一个电热器 然后呢 这边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线 有那里看到 这个原先只是说 想要介绍茶道具而已 现在是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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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想说 我刚才等一下会操作 有一定要给十分钟 Q安都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 那我另外再介绍什么呢 这个就是干果子 这个就是干果子 刚才那个是 和果子是大小的 大小的比较好看 所以说茶会会用大的 可是像我们这个已经上中年了 对不对 甜的东西不要吃那么多 有时候就是干果子两个 两个 好 各位看一下 这样子 这个和果子 就是干果子 下面垫的是什么 山木板 山木板 这个在使用之前会先让它浸一下水 那个山木的味道会自然就出来 各位有没有喝过那日本酒 有没有 那个和木啊 再倒了 倒了酒之后 哇 那个山木的味道会出来 对不对 这个也是 那你看哦 这边的话刚好是现代的季节 清风 清风大概是五月六月 我们现在台湾也是一样 那个枫叶的话有一些很绿很绿的 那这种的话叫做干果子 老师刚才那个大的呢 大的叫做竹果子 竹果子 那种东西只能保存一个礼拜 这个大概 你放在冷冻库的话 大概一个月没问题 因为它是纯干的 完全是没有水分的 完全没有水分 但是刚才那个竹果子 因为它有馅 有红豆馅 白豆沙馅之类的 它那个保存期限就没那么 那么久 那它的摆法如果一般来说是吃两颗 一个摆在天 一个摆在地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树上的东西就摆在天 它是比较靠近地面的就放到地 那基本上呢 是这个吃过之后才会去喝茶 才会去喝茶 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这个只是纯感觉的 纯感觉 只是说浓茶 因为它是用搅拌的 所以说它的 根数呢会比较少 那至于100跟120呢 是随你自己挑的 比如说我习惯这样打 这一支很顺手 我就是一直会用这一支 大概是会这样子 它我们有没有特别去挑说 120跟就会比100跟好打 也不一定 有的是名家 名家做出来的东西 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好 还有没有什么 嘿 就是进去开始聊天 然后喝完茶 要不要两个小时 谢谢 正式的茶会四小时 四小时 所以说你当客人要很会贵哦 真正要喝四小时 先给你一个小槐石 吃一吃 然后再叫你出去外面坐一坐 再进来喝浓茶 再出去 再进来喝博茶 四小时 对 没错 没错 那刚才说的是上课吗 你说的是上课吗 上课的话是这样 我们一般大部分上课都是半天 或是全天 两个小时聊一聊 我跟你讲 真正喝茶的时候不聊天 茶会也不聊天 一切都在不言中 对 什么时候才有人聊天 喝博茶的时候 博茶比较轻松的场合 所以说为什么要很注意人家什么动作 因为他做的那个动作表示 你接下来你该做什么 两个都在配合的 譬如说 好 我又讲到一点了 譬如说 那个 那个喝茶 喝那个博茶的话是什么 三口半 我刚才不是转了吗 一转四一转四之后呢 是这样拿的 这样拿 一转四一转四 湖口打开 这样子喝 多少 三口半 而且最后一口 这样子 好多人就说 老师那个不是拉面吗 不是拉面啦 拉面是因为它很热 拉面本身没味道 日本的拉面是靠汤头 所以说它要用吸的方式 面才有味道 但是日本茶道是这样哦 做这个动作表示 但是我那个茶喝完了 你给一个动作给庭主 给主人 主人才会接着做下一个动作 所以说其实 其实那个喝茶的时候 不管是参加茶会 我们都是泡茶的人的话 都是 都是静在不原中的 我们就是在学习这种 静谧的感觉 因为难得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到这样的空间 客人 主人这样的款待 给我准备这么多的茶道具 我就只是享受在那边就好了 很少人在聊天的 博茶比较可以 博茶的话就是比较轻松 已经快进尾声了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点茶有简单的 这个是最简单的对不对 到一直很难的 像我们不是那个 李千家的那个传人嘛 不会学到最高深的 可是我们现在学到 高深的那个点茶的话 一次跪要90分钟 我这个体型 其实我早期 也不太能跪 跪六七分 脚就麻了 其实我也是慢慢练 六七分 二十分 三十分 六十分 九十分 就这样练出来 坐着喝吗 是不是 其实哦 其实哦 正座呢 其实在印度叫做金刚座 其实它对身体好 知道吗 正座啊 比如说这个对不对 我随便这样跪对不对 正座 正座这样的做法是 人的身体是最值的 那你能够持续持续持续 事实上对身体也好 它也比较能够专注精神 对啦 刚才说啦 坐椅子啊 可是坐了椅子你就懒散了啊 不是吗 啊 懒散要学茶吗 是这样吗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确实有一些点法 它是改成用做的方式在处理的 可是这个呢 是为了体贴比较年长的人 比如说我学茶 但是我学了六十岁七十岁了 不太能贵了 我现在还是可以坐着泡 还是可以享受茶道的一个乐趣 事实上是这样 依我的立场啦 我能贵就能贵就对 我只要我能贵 我就尽量贵就对 也不会怎么样啦 只是说那个什么 这边会长一个小凸块 比较一般人比较看不出来 就是那个你的脚背 会有一些小凸块 还有另外一个我刚才忘了 因为有同学讲到 把我岔开了 刚才说有没有更轻松的聊天的 有一种是两个人面对面的 那一种叫做相亲点法的 那女生就是端出来泡给男生喝 而且那个位置就是三铁的 女生坐这里 男生就坐在这里 对坐 就泡给他喝 这时候都是很自然的 就是说 哎呀您学多久啦 泡得这么优雅啦 对不对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喜欢的人啦 这样 就开始很自然就会聊 这种是 有所谓的类似相亲点 这种 是有的 因为点滑有很多种 有很多种 好还有没有什么 同学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时间差不多 OK那如果是 老师不好意思 有一位同学有问题 好来 没问题 蔡老师好 请问监茶 日本人比较爱喝 还是抹茶 日本人比较爱喝 因为抹茶的历史比较久 说到日本传统的茶 还是会讲抹茶 监茶它发展的历史比较短 只是说它离近代比较近 有一些茶道具器具呢 会比较齐全 所以说台湾有一些古董商 会去日本把一些 监茶的茶道具标回来 那因为监茶的茶道具 主要还是泡茶叶 所以说中国茶的一些老师啊 他也会用到监茶的道具 所以说台湾看起来 好像监茶的道具油 但事实上日本监茶在台湾发展 没有那么兴盛 那以台湾来说 现在抹茶的话呢 已经有好多协会 是我们理签家分出来的 那我本身是属于北投协会 北投协会 好 那你不要小看这个哦 这个台湾做不太出来 反而这种干果子做不太出来 竹果子很多人学了会做 但是这个不会做 为什么 因为这个要磨子知道吗 要那个木磨 那传统的木磨呢 纸会少不会多 那这个木磨在日本的话就是 价格越来越贵 因为你要做出更多的花样 就是要有很多的磨子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绿豆碰啊 什么红片沟啊什么 也是有一些磨子对不对 这些磨子没有了你做得出样子吗 就不行啦 所以说呢 还有一个重点的 来 你看这一个小小的对不对 它是用茶粉硬压压出来的 所以说它的那个过筛率要很高 过筛率要很高 就是很细的细糖粉就对了 不是我们一般吃的糖粉哦 你我们一般吃的糖粉怎么硬 怎么压压不出样子 形状出来 这个东西是日本哦 不断的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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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好久 那个细糖粉才有办法压出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们那个老师都看得出来说 啊你这个不行啦 这个茶 这个糖果不行 为什么 塞的次数太少 看起来就是出招 你就可以知道说 不要小看这个哦 这个反而台湾做不出来 啊在日本反而不是很贵啦 不是很贵 这个的话大概一个 哎 三 折合台币大概35块50块 哦 50块左右 然后那个比较大科那一个的话呢 大概要80块 80块90块 哦 类似这样子 哦 类似这样子 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 其他问题 哦 哎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有机会啊 哎 龟山校区啊 我们日文系啊 有茶室 啊 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我们那个茶室参观 哎 哎 贵子弟啊 有想要念应律系的话呢 也给他报名 哎 我们的茶室不简单哦 我们今年要花120万去整修 哦 120万 哎 因为我没有找到金主来帮我们 帮我们支持就对了 好 那我时间就交给那个主持人 拜拜 谢谢大家